北京的目前都十一 输入性病例 都是输入性的病例 所以目前来讲就是我们并没有 这代表什么 我们并没有出现我们社区内的这样一个传播 所以目前我们还是处于疫情的 比较早期的这阶段 确实现在我们的数据是非常有限的 第一点 传染员仍然还需要进一步的去确定 第二点的话 就是病毒它的生物学特性 也需要去来了解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生物学特性 它需要进一步的这样一个研究 这需要在数据非常明确 比如说你有日报到的数据 能够很明确的采用区进行估算 所以未来的话 这个发展的趋势还需要密切的建议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